好我们先来看桃园医院群聚感染了 八天是九个人确诊 现场采取了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像是院内的电梯 已经通通是把这个确诊者 曾经穿过的这些楼层 或是待过的衣服 这些全部东西都要进行消毒还有管制 现在也匡列出了 比较不能够进出的红区 而就在今天 陆陆续续有救护车不断的进入园区里头 就是要让两百多名 没有跟确诊者直接接触过的病患转院 但是当中的家属跟病患 都必须要是裁剪阴性才能离开 救护车陆续到现场急诊 前后门医疗大楼都有多管齐下 陆续帮病患转院 昨天都有做快筛 快筛才可以转院 准备今天转到长庚 就怕病毒随着转院病人扩散 直开放没有接触确诊者的病患离开 而且家人和病患都要裁剪阴性 支援的领口长庚也规定转院之后 不能离开病房 行同隔离 预计十九二十号要转出两百二十名病人 不过也有家属不满确诊者 待的楼层太晚公布 我们家住七楼 担心啊 我的意思说 应该是很 就是一开始就要公布了啦 连楼层也要公布 这样比较好 桃园医院院院内分流措施持续 确诊者待过的几个楼层 全被化为红区 电体管制无法进出 而外头来送货的人 不只穿羽衣口罩 还戴安全帽 加强自身防护 长期在这儿的摊贩 则是老神在在 我们就是按照 就是我们平常就勤洗手啊 然后戴口罩啊 因为群聚感染二十号 只剩九个科别门诊正常 看病人潮比一周前又少了更多 只怕医院群聚扩散到社区 华为新闻又一程 黄瑞玲S&P小组 桃园报道